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麻烦严总以后不要再不请自来 我男朋友会介意的 你是说 赵远方 他经常去你家吗 上次去你家是什么时候 有没有留宿 你们喝酒了吗 喝的什么酒 他是睡沙发还是睡床 睡左边还是睡右边 那是我们的私事 有伴侣的人通常会在彼此的生活中有机可寻 可是在你家 我看不到任何异性存在过的痕迹 所以 以后不要再用这种假男朋友的谎话来敷衍我 我 说谎话的小孩 鼻子会变长哟 鼻子会变长哟